大家好,收到网友在用Picolabs时生成影片时,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的问题。 现在许多AI工具和网站都处于测试阶段,所以有时我们需要运用不同AI工具和方法来达成我们期望的效果。 因此,我将制作一系列的操作的实战视频,借助不同的软件工具混合使用来开启AI的无限可能。 荆棘将会特别探讨利用Picolabs和多个工具,如何创造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时,AI生成视频时,其实它会依赖一些特定的提示词。 如想生成一架领保坚尼跑车,速度很快,即车子在飘移,但始终得不到速度即飘移。 但尝试多次之后,你发现并无法达到你所期望的速度和飘移的效果。 其实,添加某些特定的提示词,例如Fentom High Speed Camera幻影高速摄像机将更有可能获得有关速度的结果。 下方的信息栏已经提供了我在本集中使用的所有资源和提示词,方便大家自行尝试生成。 然而,有时你会发现无论怎样尝试不同的提示词和参数都无法成功生成你想要的效果。 比如,你只想制作一个从室内看向窗外下雪的场景,但尝试了无数次也未能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使用其他的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让我们先看看最后完成的事例,虽然并不完美,但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我们需要生成一张窗户外下着大雪的图片。 于是我使用了免费的并倒E3来生成我所需要的图片。 找到效果理想的图片后,我便下载了它。 然后,我使用Adobe Firefly里的Generative Fill生成填色。 这是一种人工智能修图功能来删除我不需要的部分,这样在后续制作视频时将得到更好的效果。 然而,玻璃窗户的中间木框部分却很难被移除。 这时,我们不得不借助Windows内置的画图工具,先将不需要的部分选择及移除。 因为这样,Ai在生成图片时就没有这部分的参考数据了。 然后我们再将这张图片输入到生成填色功能中,让Ai重新生成被我们删除的部分。 Ai会借鉴图片周围的内容,填充我们需要的部分。 完成后,我们再将这张图片下载下来。 接着,我们可以在Discord内使用PicoLabs,输入slash写线号,选择Animate指令,并托放输入我们刚才修改过的图片。 然后我们需要添加提示词,输入It is no storm outside the window,再添加参数FPS24,使每秒显示24帧。 GS提示词的力度设置为15,Motion动作幅度参数设置为最大值4。 最后添加一个C的号数已被后用,关于PicoLabs如何使用,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 欢迎大家参考我的Ai影片系列的教学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在PicoLabs里,无论我们怎样修改参数或提示词,都无法成功生成我们想要的视频。 我们试了多次,虽然结果并不完美,但是有一段有下雪效果的视频,稍后还会派上用场。 然后,我们将使用最后一个工具CapCut剪影来制作最终的影片。 打开CapCut剪影后,我们将AI视频和图片都放进去。 首先,我们将图片拖入时间轴中,然后再将视频放在图片的位置上面。 播放之后,我们看到室内有下雪的画面,我们希望看见的只是窗外的景象。 所以,在右方的位置,选画面内蒙版Mask。 网上版本可找遮罩位置,选择一个适合的形状。 我这里选择了正方形。 然后我们调整显示的位置。 只有窗户的部分会显示出来。 其他部分会被隐藏。 由于视频只有三秒。 我们把视频复制一遍以延长播放时间。 图片也可以随之调整长度。 然而,这里有个问题。 我们发现室内的热影居然没有任何动画效果。 于是我回到了PicaLabs使用刚才的方法。 用Animate命令并加入参考图片。 但是这次,我没有添加任何提示词。 仅添加了Motion和FPS两个参数。 有时候,一张简单的图片加上几个参数,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通常,我都会尝试Motion的不同强度数值。 最后我得到了一段热影冒烟的视频效果。 然后我就下载了这段视频。 打开CapCut剪影。 再编辑界面添加新的影片到媒体内容中。 再加入到时间轴中。 但这次我们将它放在最上层。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一次选择萌版Mask。 选择了正方形。 调整要显示的位置,其他的部分就会被隐藏掉。 然后,把视频复制一遍以延长播放时间,测试一下整体配合的效果,再根据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最后,我们在左上方选择声音,并在音效素材中输入风声,然后将这个音效添加到影片中,并复制一遍以延长播放时间,然后我们可以调整音频的头部和尾部的黑点记号。 这样可以让音效具有弹入弹出的效果,大家可以自行尝试看看。 最后,如果测试没有问题,就点击左上方的Export导出视频。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利用多种不同工具合成的作品,全部工具也是免费的。 大家如果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我会很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请帮忙订阅、分享、按赞或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持续制作高品质内容的最大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